一个妓女的凄惨轮回故事 一 前世曾为青楼女 投还自尽堕地狱 我从小记忆里很好 一 二岁时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 譬如睡在摇篮里 看见母亲帮气喘病的父亲打针 自己如何被鹅群赶着雪走路的样子 至今都还依稀记得 有时脑海中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画面 是青楼女子在地狱受苦的情景 我告诉父母 父母总以为我是小孩子胡思乱想 爱讲话 六岁那年 笃信鬼神外婆带我到神坛 让我参加一种开天眼的仪式 煞幼中止血渗酒 血符咒烧话 从此纵横交错 无法连贯的前世记忆终于串联起来 成为历历清晰的影像 我前生是一位风尘女子 身着凤仙妆 喜欢听个仔细 但不知是属于那一年代 因从小家境不好 只好到一户有钱人家里当厨娘 因颇具姿色 竟被又老又丑的老爷强暴 后来就到青楼卖校 青楼的老板夫妇及身边的丫鬟 对我非常好 当时我很年轻 利用美色骗了很多人 也被很多人骗过 最后被一个小白脸骗得床头金进 人才两失 我心中生起了很强烈的 嗔恨心和抱负心 终于难以忍受这种痛苦 最后心有不甘地 在自己的房间里投还自己 肉体死亡之后 我的灵魂来到一个偌大的灰蒙蒙的渠道上 到处都是男女老少 每个人的脸色都显得凝重沮丧 却又各自走上仿佛早就安排好的那一条路 我感觉好像有一股犀利 直往人群走去 走了一阵子 来到一个岔路口后分散开 我和一群人一起走到一个架有独木桥的山谷边 俗称奈鹤桥 这里阴冷潮湿 哀嚎遍野 阵阵恶臭及血腥味扑鼻而来 很多人从灰暗且湿滑的桥面摔了下去 我不想走 却不由自主地踩了上去 走不远及滑落 掉入山谷 那是一条极为宽广的深谷 没有边也没有牙 鼓里面充满了五颜六色 大大小小 带有利刺的蛇 那些蛇多得无法积散 不断攻击我 随后我又发觉 深谷中有很多人 却看不到他们的头 因为每个人都跟我一样 迅速沉没在蛇群里 那些蛇如泥丘穿豆腐般 不停地在我体内穿梭 擦骨穿筋 血流不止 我的身体犹如被炸弹轰开来一样 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 稍后蹄肉马上又复合 一次又一次地重复 如此无边的巨虎 此时我才知道 这里就是地狱 二 到山火海叶立县 同住油锅毒蛇产 我一心只想尽快离开山谷 即被蛇群攻击的痛苦 我隐约听到很多人在痛苦哀嚎 声音非常微弱 好不容易 我终于离开了那个山谷 到达了崖边 但是到达崖边后 并没有结束地狱的苦 爬离山谷后 我赫然看见一尊神像 比一般人高大 这黑灰色道袍 相貌极为庄严 不似世间的神奇 他未曾开口 却以心灵改应交谈的方式 不用任何语言 性别极世间的概念 就让我知道 因为我不信神佛 不尊重父母 撒谎 欺骗 从事轻楼卖笑等 不道德的职业 并利用美色 骗害某位男子 致死等种种罪过 所以才来这个地方受苦 他还让我接受处罚后 一定要努力修行 这时候 我仍然没有任何惭愧 和反悔的心 总觉得自己没有错 别人也是如此骗我 置我于死地 让我含恨上吊 急被蛇事咬 心中仍然充满怨恨 渐渐的神奇消失了 神指离开之后 我被皮肤辣黄 似牢病的鬼差 驱赶着登上 一座高山 路面颠簸齐驱 半岛式方剑 各式各样像钻子 刀子 锥子等尖锐的器具 突然从地面冒出来 大大小小 不一而足 不管我走到哪里 只要一跌倒 这些力气瞬间 自动冒出 像简针 由下网上直直地 将我全身戳裂刺穿 顿时血泵肉裂 血流不止 痛得我刚昏死过去 肉体又随即复合 极大的折磨和痛苦 也不断地产生 前仆后继 未曾停歇 这些和广论所说的力道道 没有两样 我感觉我在里 颠呆了很久很久 到现在回想起来 仍然会觉得 这些苦 一直不断地 在我身上重现 越过高山后 我被推进一个 很大很大 隆隆旋转的石墨里 我怕被碾闸 却找不到空隙躲藏 只好不停地 在石墨里面跑 几副一寸一寸地 被消磨殆尽后 又复原 我听到鬼哭声 啾啾不已 此起彼伏 不久 我又被反绑在 稍热的赤铜柱上 胶位肆意 皮肉模糊 神势不清 直至每一寸 肌肤烂尽 接着 我又被绑在 另一根大铜柱上 鬼拆以尖钩状的 利刃拔出我的舌根 直到舌根拉断为止 随后 我又被丢进热油锅 我的身体像炸猪皮 似的不断地翻滚 膨胀 感觉身体好像被一颗炸弹炸开似的那样痛苦 不但疾苦 而且瞬间身体又恢复了 只要投一出锅面 立即被鬼拆用棒子压回油锅 继续烹炸 就这样 我求死不得 不断重复那种极端的痛苦 从油锅里释放以后 我与一群人一起搓泥丸 像在做牢役 有人阴土太干搓不成形 有的大 有的小 形状和数量不一 完成后丢入各自的葫芦瓶里 因为曾进食 每个人又累又饿 走到像镇灾区的地方 浇出葫芦瓶后 获得一碗又臭又骚的白色浓汤 或许是素生某种姻缘 此时我觉得是有蹊跷而未实用 三 投胎转世在为人 冤家路窄又相逢 后来我被引至某执法者前 此人浓眉大眼 不怒而畏 他同样以心灵交流的方式告诉我 我将要去世上投胎为女子 并嘱咐我千万不要再欺骗人 要多做善事 多积得修行 与毙 我心不平地向执法者 申诉了一大堆所受的苦衷 以及我不甘愿当女生 要当男生好报仇的理由 那人很诧异 我为何还记得这些旧事 最后仍然叫我去排队 同时发给每人一张有颜色的号码牌 我拿到的是红牌子 众人拿到牌子后 各自到相同颜色的门前排队 等候投胎 此时 我听到旁边的差异正在议论 红色是女生 蓝色是男生 绿色是鸭子 紫色是分别代表各种不同的生物或动物 我因为不愿当女生 所以就趁隔壁队伍的人不注意 抢走对方的蓝牌 又把自己的红牌丢给他 鬼差追赶过来 我飞快地跑到蓝色的门跳下去 惊魂否定 我走进一个有很多房子的地区 当时是黑夜 有的房子门口有灯 有的没有 我拿着像是密码的号码牌 找对了门号 走了进去 投胎成为金氏的男子 在金氏 我念专科时 交往的第一任女友 即是前世让我投还自尽的小白脸 初次见面 两人即感觉非常熟人 仿佛已认识很久 渐渐的 前世彼此的影像 越来越清晰 最后也为父母今反对 且自己亦不愿再续前缘而分手 好在我没有存报复之心 前世青楼的老板夫妇 成为我今生的父母 而被我诱骗害死的男子 成为我今生的妻子 初诗诗 感觉很熟悉但不投缘 也为前世就不爱的 至今内心对他一场无由来的生闲恶心 所以他总是怀着怨气对待我 并对我家人非常疏远 两人常常用冷战相互折磨 虽然我赚了很多财富给他 但他从没满足过 前世有位常帮我打抱不平的男子 是我今生很要好的朋友 四 忏悔过去诸恶业 警醒世人修净土 学广论之后 我了知这一切无非是业因果所使 我解释自己 之所以感的这种果报 全是由于贪爱金钱 直取情爱 即使在这辈子 也仍然有这样的习性 这一生只要有钱赚 我就会不择手段地去获得 正因为直取心强 虽然赚了很多钱 心里却依然不满足 且苦不堪言 我与第一任女友 虽早已分手并各自婚嫁 内心至今还是无法忘怀 仍深爱着的 由于前世是上吊死的 所以我今生不敢穿有领子的衣服 很怕那种喉咙的痛苦重新再现 又因为前世当过厨娘 所以我的厨艺及女工也不错 因为曾受热油锅煎炸之苦 所以特别怕热不怕冷 我这辈子只要看到转动的石墨 就会心生恐惧 浑身起鸡皮疙瘩 总之 前世的一些习性和记忆 一直都没有消失 回顾这段痛苦的经历 我从仅见过一次的神级和执法者的指示中 获得了一些启发 我明白做人一定要讲信用 不要骗人 不要伤害别人 不要做违背良心的事 我也知道 人生的一切都由业力决定 自作自受 自食其国 害我的人也不是故意要来害我 所以不要对他人有嗔恨心 本文是台湾著名作家司马忠元的回忆文章 组签